因为和确诊者开会而居家隔离10天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出关后第一个行程安排视察中山区关怀中心 由于确诊人数很多 柯文哲认为要发扬自主应变的精神 还预估疫情高峰大约会是单日确诊5万人 10天居家隔离期满 台北市长柯文哲出关后第一个行程 到中山区关怀中心视察 由于疫情大爆发 光是中山区要追踪的对象就超过2900人 不少人PCR阳性 却要等两三天才能拿到居家隔离通知 医院送简讯或通知病人说你PCR是阳性 他同时必须把这个资料送给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这样才能够同步作业 平常要慢一天 现在大概三天都有问题 所以这个系统显然要改 是这样 发扬自主应变的精神 台湾单日确诊已经突破5000例 柯文哲认为高峰期还没到 现在最迫切的是要知道国家战略方向 确诊曲线呈现方式 之后才能决定所有战术行为 期盼中央能尽快和地方政府沟通 高峰什么时候会到 不是什么时候会结束 我们现在连高峰都还没到 我看这也是有趣的题目 这应该可以 你觉得我们最高每日新增会几例 我估计是在5万上下 所以还没到 那5万这样子会维持多久才会有一个下降 100天 至于已筛代格政策 第一波先以医护及防疫人员为主 每天快筛阴性才能上班 确保医疗量能 关怀中心可以正常运作 记者游祥婷台北采访报导 台湾迈路高龄化社会 很多失智症患者往往走路走到一半 就发现自己迷路了 想要回家却又忘记路该怎么走 台北市警分局文山第二分局 万胜派出所接获民众通报 有妇人在捷运万龙站前原地徘徊 疑似迷路了 警方到场后透过警政系统确认身份 护送妇人返家休息 你刚跑到别人家了 中午出门后老阿嬤就忘记怎么回家 面对远警询问姓名与个资 想了半天就是答不出来 而为了避免发生危险 警方透过警政系统确认身份后联系家属 波先生表示目前仍在公司上班 无法赶赴到现场 由于这样的情形已经发生过很多次 最后警方决定亲自送妇人回家 警方呼吁为了让还迷失在外的民众早日回家 若有相关讯息可拨打110或就近的派出所提供资讯 若家中有长辈或是有智能障碍者 除了避免让他们单独出门 家人也可以准备联络手环待在身上 或是在口袋当中放入小纸条 写上相关联络方式 避免年长者以及失智症患者 因为迷途紧张而忘掉所有资讯 减少失踪的可能 记者顾三勇台北采访报道 年度最浪漫的夏夜赏银季开始了 位在台北市中心的荣兴花园 4月初就有不少萤火虫回娘家 今年虽然因为疫情没有提供导览的服务 不过公园处和志工团队积极富裕生态池 努力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就是希望让民众能够欣赏到 像星空一样美丽的荧光闪闪 台北市荣兴花园是市区内仅存的 原生种萤火虫漆地之一 由于都市光害和污染严重 想看到萤火虫相当不容易 为了唤醒大家保护生态环境意识 公园处长期致力于萤火虫富裕 结合志工团队在荣兴花园进行漆地维护 打造无光害、湿地直升、无污染 食源充分及水质干净的生态池 成功富裕黄原营 而它也是非常重要的环境生态指标生物 台北萤火虫繁殖季节约在每年4月中旬到5月上旬 目前已经接近萤火虫出末高峰期 公园处除了着手调整生态池附近照明 在公厕外围铺设黑网 关掉篮球场靠近生态池的光源 洗掉部分喷水池路灯 还在赏银热点木栈道张贴夜光贴条跟指滑条 确保民众及执勤志工夜间赏银安全 每年荣新赏银季总是吸引不少民众席家带卷夜访生态池 公园处努力营造良好生态环境之余 也希望赏银民众配合遵守不喧哗 不捕捉不用强光照射三部政策 以免惊扰萤火虫求偶交配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报导 知名艺人Selina在10年前因为拍戏意外烧伤 开始漫长的复建之路 付出之后为阳光基金会成为终身志工 为了感谢过去的基金会的协助 这次她以大学姐的身份鼓励商友保持正向乐观 同时号召民众捐款赞助基金会 提供商友重建服务 24岁的友伦因为车祸意外下肢严重烧伤 好不容易担任汽车维修工程师 却要被迫暂停 另外刚升主管的小芳 也因为全身70%面积烧伤 同样要暂时离开职场 那时候其实给自己设立目标 也渐渐地依照治疗师的课表去完成 到现在顺利可以自己开车 到公司上班 Selina学姐她都能做到 都能再度地做到度过 那这部分让我更有信心 烧伤复建之路要承受皮肤撕裂的痛苦 担心只想要赶快回到职场 尽管身心俱疲还是咬牙骨撑 总算度过煎熬期 顺利重返工作岗位 这一切看在艺人 Selina眼里格外心疼 更是感同身受 其实可以感觉到 因为在压力之下的皮肤是非常非常热的 然后是很不舒服的 所以那个 那一个感觉 这个温度让我忍不住激动了起来 但是其实更多的还是对他们的觉得很开心 身为烧伤病友的大学姐 Selina以自身案例鼓励学弟妹积极面对 回到阳光基金会看到商友复建过程 Selina忍不住激动落泪 也号召民众捐款 帮助商友回到正常生活 这个协定当然包括附建 包括社工的这个支持 包括心理的资商 包括社会参与 包括就业准备 包括回到社会的 这个社会一切的社会参与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非常需要社会大众还有企业伙伴 长期的来支持跟挹注资源给阳光 阳光基金会每年要花费4800万元 协助商友复建训练 心理重建 不少企业响应提供爱心商品 只要捐款就能获得好礼 希望广邀民众一起加入供应行列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民众捐款意愿降低 社福团体运作相当困难 连带影响到弱势家庭的生活 像是唐世证基金会的庇护工厂 今年母亲节党旗 预估募集一万份的蛋糕 要分送给弱势的朋友们 不过目前数量却是募集不到四成 基金会号召民众响应 一起来加入工艺行列 新鲜出炉的手工饼干 冷却后整齐放进塑胶盒里 再用透明胶带封存 唐世证宝宝眼神专注 心思也比一般人细腻 透过庇护工厂的长期训练下 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外出工作 自立生活 这档母亲节不只是销售 还有我们可以达到 宋爱的那个蛋糕数量 其实都影响非常的大 会把蛋糕就是送给 经济弱势的家庭 特教生的家庭 然后希望可以帮助 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 下面有干了新日期的业界秘密 母亲节党期庇护商店 和知名蛋糕业者合作 推出龙眼花蜜蛋糕 要为心智障碍者及弱势家庭 募集一万份送爱蛋糕 但因为疫情冲击各行各业 加上原物料上涨 募集数量不到四成 唐盛基金会号召民众一起响应 唐盛基金会底下的爱卜罗 我们有四家庇护商店 每一家商店都有六到九名的庇护员工 基本上这些孩子到这边来 他们就是可以帮助他们自立生活 从即日起到四月底 在各大电商平台 都能认购这份爱的礼物 另外还有多款造型蛋糕 手工造商品和零食礼盒可以挑选 送礼之余还能兼助爱心 帮助弱势朋友也能温馨过节 艺术创作展现创意 也是艺术家们对外沟通的重要桥梁 在国内外获奖无数的画家邱千平 他运用油画和水彩等等媒材 在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 举办了师生绘画连展 总共是展出了七十二件的作品 充分传递了生活美学疗愈人心 冬日雪地里一栋栋木造小屋内 透出暖黄灯光 仿佛置身童话国度 诗人徐志摩数大辨识美的含义精髓 充分反映在艺术家邱千平的画作里 让人叹为观止 不同于油画层层堆叠的艺术美感 这一只以熊猫为主角的清新小品 以黑灰白为主色 展现画家的水彩渲染功力 看不到我有什么铅笔线 我必须把一些区块大概画好 水分的控制 我可能会另外在一张白纸上面 去试着一下 然后这样上去渲染开来的效果怎么样 同样以水彩为媒材 展出人黄瑞清以牛为主角 这一幅牛背上的小孩 描述乡间男孩跟牛之间和谐的情感 而另一幅则是以华尔街著名地标 无惧女孩对望着童牛 诉说艺术家内心情感 我自己是在财经系当老师 金牛它是华尔街传统的一个男性的社会 虽然代表的是蓬勃的股市的发展 不过因为传统的华尔街里面 就只有男性为主 那所以我现在把这个无惧的女孩来 站在这个童牛的对面 那是希望说能够 大家能够提醒大家 能够注意或者是 注重这个女性的力量 跳着冯朗明哥的斗鱼跟美丽的舞者 分别在不同光影下摇曳身姿 透过色彩造型与创意 流露化作韵味 七位展出者的人生 背景跟专业大不相同 用笔与观察世界的角度 也大意齐去 这一场在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 展出的秋千平师生绘画连展 彩运 展期到5月7号为止 也希望透过每一件师生 用心完成的作品 在险峻的疫情当中 能为人们带来心灵上的安慰 记者顾参永 台北采访莫导 新闻最后生活看板单元 带您来看看最近有哪些活动 还有艺闻展演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